华盛建造董事长儿子苏玉章 今年10月才刚从立法院长苏嘉全手中 接过金职奖奖杯 还在11月代表公司领取金安奖奖杯 这间公司获奖无数 没想到却疑似因为不想付 3300多万元违约金 如女公务员强拍裸照 逼离职 爆发丑闻的营建公司 就在高雄这栋大楼的五楼 实际来到这边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附近邻居倒说 常见工人在这边进出 华盛营造公司民国70年创立 承揽各种土木建筑环境工程 到2013年时资本额已经增资到 新台币两亿两千万元 四年前以10.8亿元 接下531项工程 因为工班不足 无法按合约再指定日期 完成月台工程 而被害女公务员 坚持对他们开罚违约金 因此热乎上升 该有的这个规定我们会去执行 但是厂商也有他所谓 寻求争议处理的一个管道 检警调查华盛董事长特助 苏小珍涉嫌透过新竹 卢姓建商找人跟监被害人 原本打算以撬班或是爆料 来破坏被害人名誉 后来更找上新竹一名园警 来调查 各资实在离谱 他在查询的时候并不清楚 他的友人这个目的是为什么 所以仅涉及泄密 并没有参与到其他不法的情势 那目前我们依规定来自管辅导 那会在判决确定后 再来追究相关乐园的责任 华盛营造到现在还没付违约金 如今遭检举不法 东窗事发重挫企业形象 而相关涉案人也逃不了法律责任 被依法起诉 这台中综合报